這些國會議員 日本也把他本來是沒有國安會的組織 他最早叫做國防會議 1956年設了國防會議 到了1985年改成安全保障會議 最近把它改成國家安全保障會議 就變成類似國安會的機能 不過國安會機能當然會有各種 跟首相的策略是有關係的 整體來說 日本集體智慧權的解禁 從戰後六十幾年來 東亞的角色也好在防衛方面的角色 甚至在世界上的角色 是一個很大的調整 特別是這次集體智慧權的解禁 日本的智慧隊到日本領土以外的 國家和地區執行任務 已經不受國內過去的憲法解釋上的限制 也就是說他改變對日本憲法第九條的解釋 變成國際法上面 日本在智慧權的權利 就跟一般國家是已經非常接近 那這個是對中國也好 或者其他這些北韓的一種宣誓 就是說日本對安全保障的決心 是不是非常清楚 那所以未來會是一個 東亞新的局面的開始 那他這樣的一個解禁 對台灣戰略環境會有什麼影響呢 那我們就來聽文真的分析 謝謝 感謝林姓好 我向我解釋我陳文正 現在是10天高層 我是三國人 像我很高興說我自己是三國人 所以我說過不是林姓這樣 很有條理的我跟蔡西亞 但是很抱歉 我在蔡西亞人台地也沒什麼路 所以看來想說要北京的武功 但是用一個蔡西亞人的角度去看 今天這個魅力 未來的安全保障的新伙伴 我先這樣看 未來的每10天都很高興 這個魅力 這個魅力反作蔡西亞人的這個魅力 未來台灣貝座的時候 沒有辦法找到兩方 我們今天一天來講 今天是北京的武功 今天對我來說是很累的一天 非常累的一天 因為我除了教書之外 我也一路幫這個民進黨 那個智庫薪金結合教基金會 擔任這個國防消除人召集 今天很忙 因為我們禮拜五 有新的一本國防政策來比數要發明 所以今天大概有些四線的準備工作 所以我從早上9點開始 大概就在這個方園一公里之內 活動到現在 早上9點已經跟 擁護了一個旅遊開會 10點接見外賓 然後12點在附近跟一個 剛接這個 副參謀所長的一個軍官朋友吃飯了 2點見面女朋友 然後4點就到這個咖啡店台 因為沒有事情在那邊卡在那邊 等一下空白時間就到這裡來 所以他們還在整備的時候 我大概6點半就下來 那下來的時候我看了一下 我看了這個書櫃 這裡是一個在台灣 獨立立動一個很重要的平台 或者NGO裡面一個很重要的平台 那我看一下書櫃 在這邊書櫃裡面大概容納了大概800本書 但是我一個一個看 抽出來其中有9本跟軍事是有關係的 換言之 800本領域只有9本跟軍事有關係的 這個我們就從這個問題開始談 我們今天這位朋友 他穿國署章台灣獨立 I stay for 台灣 independence No poverty 沒有問題 沒問題 但是 Will you fight for Taiwan independence? I will I will 那你要不要join our country 你要不要衝軍啊 我已經退了 但是 這差不多了 這差不多了 講到這個時候大家開始縮起來 所以 我們台灣有的那個本事 走向我們抑鬱的那條路 其實有很多 我們目前還可以有一個方向 那我們現在 在民進黨那邊做就是這些工作 那 為什麼要做這些 其實今天那麼累了一天 看到這個書櫃9本 只佔1% 國王有那麼不重要嗎 那國王佔中央政府總預算是16% 不加上推回的另外的6% 如果再這樣推回的另外的6% 的話是22% 不然而言之 如果我們要從事政策研究 特別是中央政府的政策研究 照理講 我的書櫃裡面應該有 反而這個22的書 跟國王相關吧 跟軍人相關吧 但是沒有 而且這9本裡面沒有的 跟台灣有關係 所以這個是個問題 那這個問題其實長期以來 就是個問題 我跟你們一樣 我在大學的時候是念法律系 那其實也很左派 我雖然現在沒頭髮 但是以前我還是劈頭 穿破的牛仔褲 我是聽搖滾音樂長大 我開過唱電腦 我法律系根本在念念家 那去當完兵之後沒事幹 人家說 反正你去考研究所 那時候在到大學 國際事務在研究所 非常好考 就考進去了 考進去也沒有在你們念書 但是有一天 有個事情改變了 後面這幾年來生涯 1996年 飛彈危機結束之後 也在一個暑假裡面 我就帶一個團卡 到台南的一個大學 去跟一些年輕人 就玩了 有一個 其實非常漂亮的小妹妹 問我 老師老師 雖然我不是老師 只是研究生 老師老師 那如果解放軍打來 我們怎麼辦 我說你問我幹嘛 老師老師 你不是在研究所的高財生嗎 靠養 講實在 我很興趣 那個晚上我躺在那個 後來好像變成台語科技大學 躺在那個操場上 看了心情看一整天 一整個晚上睡不著 那從那個之後 沒多久 我就到立法院 當成蔡明憲立委的國會政策助理 後來蔡明憲跟著國安部長 那 在他的鼓勵之下 1999年我去英國念書 那時候念了 就是念國防 去南阿波國史學 回來 2006年到國安會 然後國安會跟你們這幾個 混了一陣子之後 2004年到國安部 2004年到國安部之後 2006年又回到國安會 那2008年跟大家一起失業 那一直到現在 那這樣一個地程裡面告訴我一件事情 就是 我們都贊成那樣的主張 我們都追求那樣的目的 但是我們有沒有那個準備 我們有沒有那個最壞的想定 就是World scenario 最壞的情報之下的那個準備 沒有錯 日本集體智慧權的解禁 對臺灣當然有利 甚至於說 美國的亞太戰友的戰略 對臺灣也有利 甚至於越南跟中國處不好 對臺灣也有利 但是這些有利 是不是對那個有利 我們要想一下 今天 人家來揍我們 你真的確認 欸 日本跟美國 真的看你這個小朋友很可憐 他是真的會出手援助嗎 那有很多 變數要討論 但是 在討論這些變數之旅 我們要思考這件事情 我們有沒有那個本事 去承擔 那樣的一個責任 這樣的責任 我們都會說我願意 I will I will fight for 臺灣 independence 但是很不幸的 在臺灣過去的一個發展歷史上 通常是 I won't 免得不講 免得不講 18-1950 那個詐什麼答案 大家有一個東西翻範歷史 那 剛才明俊講說 黃軍黃軍 他提到這個國軍這個字 欸 臺灣什麼時候有國軍 即便你的臺灣的定義是中華民國 即便你的定義是中華民國 啊 中華民國有什麼時候有國軍 我們今天 軍隊國家話 軍隊國家話講的跟真的一樣 軍隊國家話最早是1946年 中國共產黨 在政治性的問題 那個老蔣 看到這個嚇到嚇到 他才不要 那中國是他家的事情 管他到現在也沒有國家 那 老蔣帶著這個 軍隊跑到臺灣來之後 有沒有國家 沒有啊 那是老蔣的軍隊啊 所以 日本是黃軍 那我們 在臺灣其實 解放軍常常用 講軍這個字 其實還蠻管用的 那事實上 在過去的這個演技裡面 其實軍隊國家話 其實是2000年以後才有的事情 那這個國家話其實也很表面 怎麼樣說很表面 就是 政黨不要 不要在軍隊裡面搞東搞西 啊這個東西講在 是軍隊國家話那個 非常非常表面淺淺實的東西 軍隊國家絕對不只 我講的軍隊國家話 我們在臺灣 還沒有辦法做到的一個 很簡單的一個事情 如果一個軍隊真正的國家話 照一講 這個軍隊 它應該是 這個社會的一個反應 它能夠代表這個社會 它是一個整個社會 它意見價值的一個反應 但是有沒有 我舉個例子 2012年 我們 蔡英偉選 總統 那不管怎麼樣 好 輸了 但是至少 我們得票率也有45% 好不好 45% 但是我們 我都有在軍隊區 因為現在軍隊區算打散 但是還是有起格 北中南還是有起格 非常 沒有被打散 就很凝聚的軍隊區 我在軍隊區的票 票桶做了一個統計 蔡主席在那幾個票上所得到的得票率 3.10% 百分之3.10% 換言之 一方面 民進黨 在那邊 只拿到百分之3 多一點點的得票率 但是 另外一個更大層次的問題就是 欸 你這個軍人怎麼 這個軍眷區 這個軍人怎麼搞 你們的想法 怎麼跟外面的差那麼多 如果你的軍眷區的投票 也是45比55 那沒關係 你這個軍隊反映這個社會 大部分人喜歡馬英九 你們投入馬英九 但是不是 怎麼會那麼多人 跟外面社會有幾乎 九倍以上的差距 這就是個問題 我們要知道 軍 國軍跟這個 有這個國子 是國家的軍隊 軍隊跟國家之間 它是一個相互建構的關係 但是 有的時候 國家跟社會之間 有時候是有矛盾跟衝突 所以國家跟社會之間 是比較會有 會有那個 所以有時候軍隊跟社會之間的矛盾 會比軍隊跟國家之間的矛盾 要大很多 那這個問題沒有解決 講實在的 Who will fight for common independence 那這個就是 我們常常在日本人聽到 整天聽到 為何而戰 為誰而戰 那這個問題 不是我們整天去丟這個疑問 給國軍 或給這些職業軍人 他們就能夠解決 他們沒辦法解決這個事情 那我們要想辦法解決 如果你贊成那個組長 當然 我們如果去重軍更好 但是其實 重軍的未必是 唯一你光牌國王的一個 唯一的同情 那其實我們在這個 基礎點上 我們就去思考 到底 我們需要哪個 national defense 我們需要哪個國 好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所以我們當我們在從事 2011年開始從事這個 藍皮書的一個 一個 政策發展的過程裡面 其實我們就很重視這個問題 雖然藍皮書 在台灣我們可能 沒有人去當作去看 那很多 即便 軍方在寫給馬英九的談刊上面也寫說 這個東西其實 無勝了得 只是 那時候出錢武器要去美國 給美國看了而已 但是中國 中國人可看得很仔細 我好高興 因為我在網路上看到一個 中國的一個學者 不能講句子 可能一個中國的專家 在網路上批這個 這個藍皮書 他說 這是 台獨的 國防政策藍皮書 我聽得很麻煩 終於有人看懂了 真的有人看懂了 不然他都看不懂 為什麼 我決定 我念一段好不好 其實我也覺得 到底黨部也沒看得懂 我想這樣 這是第二頁 國防是國家的防衛 國防與國家是相互建構的 翻開台灣四百多年的歷史 確立以台灣為主體的 國防是最近的事 過去 無論是 和荷蘭的和 和日市民政權 正式政權 親自時期 對台灣的防衛 都不是為了台灣這個主體 而是為了遠在北京 東京 南京政權的利益服務 既非以台灣意義為考量 也常常不是由台灣的住民 來擔任防衛台灣的任務 只有在台灣民主報之後 台灣的主體性 與國家認同 確立 防衛台灣這個 才終於 防衛台灣這 才終於 確實成為國防 也只有在軍隊 國交報之後 國民黨 退出軍隊 這是由台灣的子弟 所組成的軍隊 才真正成為 國軍 歐 我當 我看到這個網路 的新聞 我真的好高興 有人 有人終於參透這一點 那 今天國際環境有在變化 我們知道 那怎麼去掌握這個環境 那比方說 剛才明俊談到說 日本解除這個 武器的一個銷售輸出 那有些人就會覺得說 不然我們去跟日董 買錢箭看看 那為什麼要在這裡買錢箭 我們付的保險分量不夠多嗎 今天我就從四個點 來告訴大家說 如何確立自己的我 第一個 剛才是軍隊國家化 軍隊國家化 剛才我講過 政黨退出軍隊 其實是一個表面的現象 那軍隊目前 在他的一個養成教育裡面 他還是非常重視 這個大中國主義 比方說 他們最近才在給黃埔慶生 黃埔在哪裡 當然知道 黃埔還在廣東嗎 你們知道黃埔是什麼 黃埔是師爭子 為什麼 因為黃埔設立的時候 當時 中華民國的正式官校在哪裡 在保定 所以黃埔是師爭子啊 就好像今天民進黨出來決定說 在阿里山開一個軍校一樣 嗯 他也很清楚 還很清楚 那 那我們 對於人家去 做這些黃埔的一個 一個連結 我們當然聽不懂啊 你覺得這跟大中國又卡在一起啊 那講實在的 你去問那些慶祝黃埔的 你哪個是黃埔的 真正黃埔畢業的 這個黃埔畢業不是死的 就是在北京當官啊 因為真的把黃埔打 打掉 也是黃埔自己的 因為黃埔一開始招生的時候 他是都要去共產黨 進去的 周恩來是黃埔的第一期的老次 所以 你要去想這件事情 那 黃埔化你不爽 那你要什麼化 你要怎麼把鳳山化 把它鋼山化 因為鳳山什麼 陸軍官校現在在鳳山嘛 空軍官校在鋼山嘛 海軍官校在左營嘛 都在高雄嘛 那為什麼這些人明明就是在鋼山 鳳山 左營 受教育的 成長的 他這輩子 都在台灣的基地裡面 他為什麼要去想到黃埔這個事情 這個就是我們需要的 那這樣努力 我們過去有試過 但是是一個失敗的場所 那時候在2006年 我剛才有跟前輩討論過 在2006年的時候 那 呃 陳前總統覺得說 啊 在軍營運擺了兩獎的方向 中海總 這個是軍隊國家化裡面的 一個盲場要割除 要把那個東西移走 那時候我在光復 有個負責這個業務的高階相 走到我旁邊 他說 文正 我們看光復前面的一個銅像 講實在的 我以前根本不知道那什麼東西 只知道他一個銅像 上面都是鴿子屎 現在 我們要把銅像擦乾淨 抹乾淨 那我終於知道他叫講中正 這個話其實很反諷 所以今天我們用了一個 無理的方式 要去進行一個文化的改變 意識形態的改變 你不但沒有辦法改變他們的思維 你反而加深了他們對過去的認同 引起很多的一個後座力 啊這個是 通常會的手勞無力 那個 手勞無力過於什麼 技巧不夠精緻 細膩 細膩 那我們如果有機會回去 我們要掌握啊 你就不要再去犯那個過去的一個錯誤 你今天 你一直在講黃土 一直在對著抗戰 講實在的 今天也有這個 應該是日本的選民的朋友 在這裡 我們馬上有一次去參加那個 八年抗戰的紀念會的時候 已經連續七年了 每次去都哭 那他哭 很多下面的跟著哭 所以你知道現在的海軍在做什麼 在做甲午戰爭一百年的檢討 甲午戰爭一百年嗎 跟台灣什麼事 甲午戰爭一百年 甲午戰爭一百年 戰場都在台灣周邊嘛 至少大土戰場都在台灣周邊 一百二十年 對一百二十年 那這個東西就是你的軍隊 你的中國的連結還那麼深的時候 你怎麼去讓它跟我們在地產生連結 如果這個連結你沒有辦法建立 會不會有五百年抗戰爭 他們會有五百年抗戰爭嗎 這就會有個問號 所以軍隊國家 我覺得我們做的還不夠 那但是要再往前推 你必須要更精緻的一個手段 去處理這樣的事情 第二個是軍備自主 剛才其實明軍也講過 那我們跟美國人買了很多武器 那現在這個基地支援檢訊的時候 有人提說我們可以跟這個 買錢建議什麼 Waffle 我們買這個該什麼 台灣經濟又那麼不好 你買這個該什麼 賣武器有時候是一個政治上的保險 但是有時候 你會為你家 投保那麼多的保險 好像有點 到島英為國 英國關係有點顛倒 其實我們要實行好件事情 台灣有非常完備的 這個軍備設施 很多當然是日本時期留下來 在日本時期 台灣的軍機的產量 是整個大日本帝國的15% 那在沖繩島一役 沖繩島一役為什麼很重要 是因為那個是美國海軍 自從這個珍珠港事變之後 最大的一次傷亡 說算是傷亡 其中有四成的飛 四成的只能中會受台灣飛過去 所以這代表什麼 代表台灣在地理位置上的重要 台灣在軍備產業上的重要 那所以現在我們漢翔的一些基礎 比方說漢翔在鋼山的場 那都是日本留下來的 那不是什麼鋼奶灘 其實老蔣來之後的軍事設施 主要的軍事設施 大概就是嘉山基地 這幾個比較明顯的 還有清泉港 除了這個之外 左營也是日本能蓋的 那剛發生事故的那個馬公機場 是日本NO 馬公港也是日本NO 那在軍備的這個事情上 台灣其實有很好的一個基礎 那但是 很多人就是說 我跟美國買的武器 好像就代表 我跟美國的關係很好 像馬英九最喜歡卸這個 你如果看到馬英九 基本的一個問題就是 你如果挑戰大家說 台美關係不好 他馬上告訴你 沒有很好 在我認為 我們台灣跟美國的 那個軍售的那個 數額到多少多少多少 這一部分是我們以前就 在2008年就已經訂的案 他把他當作是幾個 我都要問 另外一種是 你買武器 這代表什麼事情 代表美國人 就真的會來幫你 大家不要忘記 台美之間 現在只有一張 保保的台灣關係 在維護台灣的安全 台灣的安全 在裡面只有短短的 兩個條款 在一起到台灣的安全 那你不要覺得說 喔現在跟 跟美國買軍備 就覺得很不得了 大家不要忘記 還有個817公報 817公報寫什麼 就不用再跟大家追溯了 美國曾經承諾過 中國要逐漸降低對財軍售 有沒有 我們當然會頂說 沒有啊 美國人知道賣了很多東西啊 我跟大家講 當然有 當然有 舉個例子 新加坡 台灣拿到F-51的時間 比新加坡早10年 所以新加坡空軍在成立的時候 他們哪裡會飛F-51啊 都是台灣的空軍去協助他們 飛F-51啊 所以新加坡空軍是台灣 幫忙建立的 所以台灣取得F-51 是比新加坡早10年 那現在最近幾天 最近幾天不是在爭 F-16CD嗎 大家在爭F-16CD 叫說 現在到底要不要買啊 我們來繼續復習美國 賣給我們 不然你知美國到現在還沒有賣給我們台灣F-16CD 可是你知道他在幾年前賣給新加坡F-16CD嗎 14年前而已 所以 美國人真的很樂意賣給台灣武器嗎 好像不是這樣 再加上 我們如果自己做得出來 我們幹嘛一定要跟你嗎 今天 我們又有很多的公審室 我前幾天想說到一個太空計畫師 他們在抱怨 他說他這一輩子已經快過完了 快到退休年齡了 台灣說要打微星打到現在 他已經在太空中心已經耗了十幾年 還打不上去 不是打不上去 就是不想打 那有些裝備員在研發的 研發出來的時候 軍方就說 這東西不合標準 不合標準 當然比不上美式裝備 我們還是以外國為優先等等 那所以說 這些 軍備所附帶的 製造業的工作機會 我們都沒有留住 但是韓國留住 剛才 明具影響到韓國的國防產業 多麼會利用他們的問題 台灣的IDF工程師就被抓去韓國 高興被動 拉我們到韓國去照單個飛機 那台灣佔台灣沒有 那 這裡要講到 日本人的精神也很值得佩服 我們有些 自由經濟學者常常會這樣子逼領我們台的國防產業 哎呀 台灣的產業都是潛別型 你們要想辦法出口 所以 如果那些不能出口的 你去投資那種不能出口的產業 那就是浪費 但是大家不要忘記 我們 IDF IDF的一個 暫進的一個生產量 遠遠大過於 法國達說的 換向2000的生產量 所以台灣本身就是一個很大的市場 那日本人他會領悟到這些 因為日本人他一向希望國防的市場 所以即便美國人願意賣給他 那麼新的飛機 他還是要自己花錢做他的F2 你現在看他好像很笨 其實他真的很聰明 你現在看他 那明明美國人這可以賣給你核式潛艦啊 你還是說傳統潛艦幹什麼 很簡單嘛 他有兩個船長要養 這兩個船長可以幫他製造多少功能機會 所以日本目前的傳統潛艦 沒有 好 這題外話 所以具備之子化 是你讓你自己 有國 National 房的一個 物質的一個基礎 這是第二檔 第三點 國防要國民的話 這就講到 當然 目前我們 這個馬英主在推 穆兵制 穆兵制 穆兵制跟這個兵制 其實在 哲學審制上是有不一樣的 那 穆兵制通常用在英國跟美國 英國跟美國上是比較自由主義 他認為說 每個人都有 選擇自己職業的自由 那軍隊是一種職業 所以你想從軍就去從軍 不想從軍就不要從軍 沒關係 那在歐洲體系的國家 他們的兵役事務是建立在共和主義 他們認為 既然 國家的軍隊要代表國民 那國民跟國家世界有個契約義務 國家要提供國民安全 國民提供他的 那個時間和生命 去從事這個 防衛的一個義務 所以是基於共和主義 那我們來想一下 在台灣那個發展上 為什麼我們講說 台灣 到目前為止 我們至少在軍隊裡面 不管你來自於說 我們很多人都是 當過兵的 不管你來自於什麼階級 不管來自於你是 像我是一樣 三重府的龍 遊蟎窟的子弟也好 或者你是王羽慶的兒子也好 我們都必須要當兵 你是大學畢業生也好 你是攪檳榔的人也好 你都要當兵 所以在軍隊裡面 也許 在過去的教育裡面 它是一個 中華民國的一個 大中國的教育 但是不管怎麼樣 它至少 在那裡 是一個 養成社群意識的一個 教育場所 你不管來自於你是什麼地方的人 到那邊 你就變成同樣的社群 所以 為什麼 過去在 所謂中華民國的意思 過去很難談動 因為其實每個人都 自動要去接受 兩年到三年的 中華民國的主群教育 那所以 今天我們 目前的一個政策 馬政府的政策 慢慢的要把真兵制廢除 要弄木兵制 木兵制當然有一個好的地方 但是我們必須要想這件事情 就是 當你是走向 木兵制的時候 就是 你把木兵 那個兵制當成一種職業的時候 第一個 它就是職業 我們有什麼職業可以 不像 說我會 為什麼會佔領 那個職業如果不好 就像我今天 CVN如果做不好 我就跳槽到去 那個全家福好 可以這樣子跳 他是職業 職業社產生重 第二個 就是 我們要凝聚 族群的一個意識 會因此 會稍微 變慢 變短 那後面這種 如果木兵制是 無法逆轉 我們怎麼去思考 去增加木兵制之後 那個軍隊的社會代表性 因為如果我們不去處理這個問題 以後的軍人是 越來越好 就越來越跟女人不一樣 為什麼 因為你當你是主張 這種人進去的時候 你到上兵的時候 你都把你踢掉 所以 木兵制除了 兵制度的本身之外 但是有大概正直的 影響在 好 即便你不加入軍隊 那 你有沒有去想過 我們 這些servilium 這些wonders 有沒有去想過 國防這個議題 我們到底有多少人 去思考過 軍事這個議題 就像這個書會一樣 我們 我在學校裡面困到最大的困難就是 一般在學術界的話 大概 除了醫界 跟那個法律界以外 大概統徒的比例就是60 人家對系 那個大概跟外面的比例差不多 那我這一塊 它樹立國防 樹立軍事 大概是9比1 你懂嗎 共識嗎 真的是被它打著完 那確實也是這樣 那我們 你們越來越多 具有台灣議師的 年輕人 願意去投注這個 很冷門的一個事業 但是 它冷門是你到底 像我講 照理講 你應該有16%的 關注力在這個上面 而且你又主張台灣的困難 這個當然很重要 但是為什麼沒有人去研究 為什麼沒有人去思考這個問題 這個我們要檢討 那為什麼我們 今天我在 這個跟記者聊天的時候 記者又把我們立法來 罵一個人 罵的不是別人 罵的還是以前 呂秀蕾的處理 後來跑去看 看 那個美女記者 我說我後來把他拉索 嘿 老秀蕾 你看看我嘛 那幾個 你在罵這個幹嘛 說本人就該罵 那講那些東西什麼 這個我們要檢討 我們 如果在 連這樣的自己的 你都沒辦法取回信任 你怎麼去說服 那些聯合的暴流 怎麼去說服中國時報 怎麼去說服 目前代軍中的那些 防腐思想 我們要去想這個事情 所以 我們也在鼓勵 越來越多的年輕人 你即使你不想當兵 不想去牽扯自願人 但是對國防的一個注意 對國防的事務的重視 要多一點 國防的改革 未必要從 營區裡面開始 我們追求 目前在推的國防改革 自從實驗室開始 自從工廠開始 我們是以一個 國防科技 國防產業 帶動我們 軍事戰力的一個改革 但是我們目前 我們民進黨在 國防政策上 未來在走的一個思維 那所以 那所以 國防國民化的部分 我真的 希望 越來越多年輕人 都能夠重視這一關 第 最後一個 就是 貢獻全球化 什麼叫貢獻全球化 今天我們講這個議題 我怎麼很知道的 外面就回來 人家為什麼要來幫你 日本為什麼要來幫你 你一直在講說 我會 我這個地理會是很重要啊 我一旦丟了之後 那你的海上交通線會有問題啊 你怎麼知道 萬一 中國跟日本就發了一些 我 你用一些造就 那 日本的動作就沒有了 那你只講說 我是第一島鏈啊 我是 第一島鏈的樞紐啊 我如果掉的話 你 你這個 第一島鏈就 無法 無法跟手 誰告訴你 美國沒這樣講 美國從來沒有要圍阻中國 他沒有跟你講這個 他從來沒有把你當作圍阻點來看 那 我們有什麼 資格去要求別人幫忙 那 我們對這個 國際社會貢獻的 什麼 我們過去 一直把國防當作 警方軍是我這個 假想體 我只要守住 台風軍了 那 這個 國防空軍就打成 這個是救死路 這個代表 你今天只能至少能謙虛 那你這樣子 你台灣 你就沒有辦法破點 國際的 認同跟資源 所以你的貢獻 你對安全裡面的貢獻 要能夠全球化 要能夠跨出過去傳統的 軍事防衛的那個思維 你要開始去想一件事情 啊 菲律賓給我吐水的時候 不是吐水而已 特別要說菲律賓被颱風打了 地震啊 什麼 離我們那麼近 我們幫了上馬 如果菲律賓你幫了上馬 下次 印尼發生什麼事情的時候 你是不是也能夠幫上馬 那下次 日本出了什麼事情的時候 你是不是也能夠幫上馬 如果今天台灣的軍隊 在一些人道救援 在一些障礙救援的 國際 角色上面 你有 可以扮演地位的時候 人家就開始熟悉 人家就開始敬重 台灣有沒有這個本事 當然有這個本事 大家也不要覺得台灣軍隊好像 不懂嗎 好像很肉一樣 沒有 講實在沒有 過去花了那麼多錢 台灣那麼小 但是台灣的軍隊 在這個 在這個 以世界為 為